这个医生到底能有多招人恨 参加过一次死亡游戏后 居然半年后因为太可恶 又被送回来了 这次他伪装成老好人的样子 剃手指都被拥兵切短的评书包扎好伤口 换来对方眼泪汪汪的感谢 接到版本和日美子回来 他又立刻装作自己是救死途伤医生的样子 说自己也是被迫卷进来的 被伊达救了一命的评书也为他辩解 版本还没有放下警惕 他表示要看一下伊达的炸药包 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被参加游戏 伊达爽快的打开炸药包给版本看 他的炸弹是遥控式的 常用于布置陷阱 确认了伊达一个炸弹都没用过后 版本提出了合作请求 现在他们手上有三枚芯片 等到极其一人份的芯片 就召唤并夺取直升机逃离这里 伊达也没有想到 版本手上居然有这么多芯片 于是二话不说同意合作 这时运输机再次飞来空头物资 伊达主用提出 他们三人一起去夺取食物 但暗地里则是打算将他们都置于死地 草上的物资抢夺非常激烈 光是追着一个补给箱 版本就探测到了六个雷达反应 但是现在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撤退 玩家之间开始相互不断试探 最终版本和之前遇到过的长发墨镜男 打了照面 两人同时冲出丛林抢夺箱子 可惜双双扑空 短暂的僵持后 两人同时向对方扔出炸弹 炸弹在空中相撞爆炸 而日梅子这边 同时也碰到了墨镜男的女伴 女伴毫不犹豫的超级铁棍 向日梅子发起攻击 日梅子躲闪不及被一脚踹晕 随后女伴将即时炸弹扔到了她的身上 在爆炸声中潇洒转身 伊达这边拿到了补给箱 但上面的降落伞却因为部长迟迟泄不下来 破镜男对着伊达就是一番烈火瓦斯 版本见状 立刻让伊达扔下物资离开 好在伊达事先在补给箱上安装了遥控炸弹 炸弹炸开降落伞后 版本一路冲上去报警箱子 堪堪在悬崖边停住脚步 墨镜男仍旧对她穷追不舍 两人随后再次展开追逐站 突然一颗喷火式炸弹 扔到版本面前挡住去路 将她围困在火焰之中 不只是墨镜男 和脊梁合作的白毛男也盯上了这个箱子 墨镜男就像丝毫不畏惧火焰一样 冲进包围圈给了版本一脚 抢走箱子后转身跳下悬崖 再一颗炸弹扔来 版本也只能跟着坠崖 女人在撑出炸弹后 很嫌弃被炸烂的尸体 就打算等到墨镜男回来后 再去回收芯片 却没想到 日美子突然抄着电击枪 从林中冲出 打掉了她手里的铁棍 日美子本想用手里的碰撞式炸弹 威胁女人离开 但女人丝毫不受她的威胁 但日美子害怕得浑身发抖 随身都带着电击枪出门 女人就出言嘲讽 她内心转弱 日美子被成功激怒冲向女人 随后就被打掉电击枪死死搅住 女人打算就这么把日美子勒死 日美子拼命挣扎着 之前明明一次次的寻死 现在却又在拼命求生 日美子都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一想到版本 日美子体内就涌现出无穷的力量 她想要陪在版本身边 绝对不能在这种地方死去 发力挣脱了女人的绞杀后 日美子抄起电击枪 挣住女人中口 但可惜电流减弱 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被激怒的女人 按着日美子的脑袋 实际往地上砸 我觉到这时 一枚炸弹转了过来 两人急忙起身躲避 爆炸后 一打走过来查看情状 发现女人和日美子都没死 很是不满 她表面上 创作一副关心日美子的样子 说多亏了她及时扔出炸弹 才救了日美子 日美子看着眼前的男人 紧直发毛 她又不傻 一打的炸弹 迷迷就是凑着杀死她去的 但是现在不明激怒对方 于是只好强颜欢笑地感谢一打 这下她更确信 这里都是敌人 除了版本 也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 版本从哈里出来后 并没有着急上岸 而是躲在礁石后面仔细观察 她知道墨进南 肯定躲在什么地方等着伏击她 但是最先过来的人 却是偷死她的白毛男 见四下无人 箱子就光明正大地放在地上 男人放下警惕去拿箱子 而就在她碰到箱子的瞬间 埋在脚下的炸弹 立刻爆炸 这又是墨进南设下的陷阱 扎死男人取走芯片后 墨进南带着补给箱和炸弹 满载而归 这时版本突然举着炸弹 突现在她身后 威胁墨进南扔掉炸弹 将走和芯片 否则她就立刻引爆炸弹 墨进南毫不犹豫地照做了 甚至还为了让版本取走芯片 贴心地走远了 这么爽快就放弃了 到手的芯片和炸弹 版本觉得 在其中一定有炸 害怕墨进南在周围埋了遥控炸弹 版本立刻让男人把手举起来给他看 但是男人两手干干净净的 什么都没有 他怕再拖下去又会出什么意外 版本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去拿箱子 而就在版本弯腰触碰到箱子的瞬间 墨进南启动了咬在嘴里的遥控器 本以为自己这次赢定了 却没想到回头启动探测雷达 版本居然毫发无损 他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走进箱子旁 而是利用错位 故意让墨进南看到了他接近箱子的样子 以为墨进南会趁着烟雾回收箱子 版本对着前方扔出炸弹 但是没有命中 墨进南没有鲁莽上前 而是转身取走了白毛男手里的炸弹 察觉到不对的版本转身就跑 本以为版本是赶扫逃走了 墨进南扔出炸弹后却发现 原来版本就是预判了他的攻击 趁机跳入了水中 日梅子急着想要去救版本 却被伊达拉住让他贸然上前 墨进南回收了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 他看着从水里探出头的版本 居然叫出了他的名字 墨进南认识他 但是版本却对这个人没有任何印象 他跑上二小鱼追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爆炸仪式的腰包 也被鱼工得利的脊梁回收 反正他不死 炸药版本也用不了 版本筋疲力尽的倒在沙滩上 到头来还是没能抢到物资 炸药还被夺走了 伊达脸上笑嘻嘻 心里八百七 只有日梅子是真的担心版本的安危 墨进南把食物带回去和女人分享 现在他们两人是搭档关系 而版本这边也终于想起了墨进南的名字 他曾经的同学 芝田 芝田不管做什么事 都接近完美 成绩也一直很高 运动万能 人缘极好 而且非常受女生欢迎 经常让版本产生自卑感 但芝田却很喜欢给他搭话 可能因为都是单亲家庭 他们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 因为他觉得芝田只对自己常态心扉 于是他将自己暗恋的女生告诉了芝田 但是一直都不敢去告白 芝田说他这样永远都不会有机会 惊动不如行动 处于被动状态的话 机会就会溜走 他们之间唯一的差别 就只有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不久之后 芝田告诉版本 自己和他暗恋的女生睡了 那一刻 慢慢体验到了被人背叛的滋味 他毫无保留的性能 对其他人的爱慕 以及自尊心被狠狠践踏的愤怒 他狠狠的揍了芝田一顿 之后他们被双双停课 芝田直接退学 却当了牛郎 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店 版本到现在都不明白 芝田为什么要那么做 或许当初好好听他解释 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了 因为没拿到物资 逼他只能咬牙把自己的食物贡献出去 他要装出一副大肚的样子 鼓励版本 明天一定要拿到食物 版本对他毫不设防 但没坑过一次的日媒子 却察觉出了不对 评数的状态非常不好 因为中毒一直血流不止 如果不找到薛金注射 很可能性命不保 日媒子叫出版本 提出可以回一套废墟 故事住的地方有一座药品库 日媒子不想把伊达带过去 但是只有他熟悉品数的病情 日媒子不信任伊达 那时候明明想让他一起杀死 却还一脸想要救他的样子 而且版本还对他说了自己有心骗 对方绝对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版本觉得日媒子太多疑了 不先相信他人 是很难和别人建立起信任关系的 而且伊达在见到他们之前 一个炸弹都没用过 食物也分给了他们 他相信伊达不是这样的人 见版本不信任自己 日媒子不想理他 到达废墟后 日媒子不想暴露故事小姐的事 于是借口说了自己是之前迷路的时候 找到的药品库 趁着三人分开行动去找故事小姐帮忙 伊达表面上虽然一无所知 但其实他对这里熟悉得很 很轻松就找到了药品库的位置 这里的药品早就过期了 根本不可能有能用的血清 他随便拿了一些放进箱子 问赶来的版本是不是不信任自己 他听到了版本和日媒子的对话 最后一脸惨淡的 希望版本能信任自己 版本这个傻白甜 果然成功被骗 拿过了伊达装药的箱子 伊达说 里面有贵重的物品 要小心保管 版本感受到 从伊达身上传来的压迫感 但仍旧没有放在心上 既然药品已经拿到 版本就用雷达通知日媒子 却突然发现 日媒子正急匆匆的朝他跑过来 大喊着 他扔掉箱子 里面被装了炸弹 跑尸被坏的伊达 立刻按下遥控 日媒子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整座药品部 连同版本 一起被炸弹吞噬